现在是早上大概是9点左右的时间是大家去上班啦 所以我带大家做这个MRT先 去TRX看看那边的情况如何 然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我们终于到了B门 耶 我们从这里走过去对面 经过一个隧道就可以到TRX 这里开始就是他们的Retail Shop Hainam Coffee店 有没有看过这个白色的7-11吗 Sanitary Hungoos Hungoos 还有Starbuck 茶鸡 啊我见到一个熟人了 Coming Sun 还有这个Me Hewry's China Muslim 我们的Kentucky Fried Chicken 爷爷在这里喜欢吃三文字的 这一边有O'Brien's 再来就是这个Dai Gaze 还有这个I Yum 希望我没有念错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Yonya Colors 吃早餐 这里有Breakfast set 嗯 肚子饿了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美食 这个是Package的13块 两包饭 然后Badrins 都Badrins在里面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它的Nasi Lama 哇 今天有包箱是Nasi Lama OK 它的Nasi Lama是这样的 可以吃的 谢谢 谢谢 哦好了 鸡蛋 这样子一set 可以公子一set 所以这边总共有两只 一千十三块两毛半 价钱你们觉得如何 ok 好啦 我们来品尝我们的早餐 然后食材给你们叫好不好吃 你们可以留言 吃饱了 我们经过Urban Marketplace 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我们买的 快乐好满 十块一只毛铸 我们来到这里也就是他们的办公大楼 看完了我们这些商场了 我们现在出去看看哪一些金融中心已经入住在PRX 来 走 ok 在眼前你可以看到Affin Bank 爱芬银行 还有我们的HSBC 汇丰银行已经入住了在这里 身后呢就是爱芬银行 现在你可以看到呢 路路续续很多员工已经在这里上班了 这里呢就是HFBC 汇丰银行的总行 好吗 TRX的Main Lobby 路口就在这里 然后如果你们驾车的呢 Car Park在这里 这里就是很多人喜欢来这边拍照打卡 现在呢工程呢都在进行着如果如茶的 所以我背后呢就是侧门的正门口 将会是我们的酒吧街 现在这一个呢 我们看到眼前的就是Core Residence的现场的进度 所以我们预算呢 交所事会是在明年的第一集 然后这一边呢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Link Bridge 这个就是可以连接Core Residence到这个 10英姆的Center Park 在我身后呢就是金融中心的道路 在我身后呢就是金融中心的道路 往前走就是Kampong Pantan的Rawaba 然后你可以往这条路呢去到很多市中心 OK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些那么多的认证呢 就是TRX呢它有赢过无数的认证 就是我们的Green Building Intex 在我们的建筑外面呢 你就会看到这里有10英姆的空中花园 然后空中花园的底部呢就是会有4层高的商场 这一边外面你可以看到我们将会有GSC 就是全亚洲最大的电影院的红地毯呢 将会在这一边进行 还有Apple 苹果 将在这里开张首家Apple Store 这里你可以看到是我们的金融中心的下车区 所以我带你们进去它的大门 它这个大门呢是跑电动的 所以我们进来呢大门会自动的打开 我们来到了金融中心的大厅 这里你可以看到呢我们的瓷砖跟壁砖呢都是采用大自然的大理石 所以可以营造出高贵又豪华的气氛 就如五星期的酒店 现在呢我身处在106交易塔的大厅 这一边呢就是登记处 然后我们的华为办公楼呢也在这里 所以这一边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大厅呢 打造成华丽和高贵 有如酒店般 106交易塔的皇冠呢就是由这一些折叠式的玻璃打造出来的 所以白天你可以看到呢它就是反映出自然的光线 然后呢晚上它们就会播放出五彩缤纷的LED颜色 这也代表了大马公布的特色 在这个荧幕呢你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国际公司已经入住了这里 就如ARISON OPPO OMRON INTEL 还有其他的大牌公司等等等等 在我身旁的呢就是这一个TRX金融中心的沙盘 这里呢总占地七十一亩 然后呢以金融中心为主 50%的办公楼就在这里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一边呢有三个地标性形成我们现在的金山脚 TRX 还有这个双子塔KLCC 还有KL Tower 就是我们现在的金山脚 身后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是商场的路口 然后呢我们是从这个商场的出口出来 然后迎向我们的MRT入口处 来到我们这一个TRX的MRT Station 这里呢是全吉隆坡唯一一个项目呢 有两个MRT Station聚集在TRX这里 so它将会带你到各大重要的地方 例如一个站可以去到我们的太子格医疗中心 还有一个站呢可以去到这个百威莲商场 两个站呢可以去到KLCC 还有两个站呢可以去到这个PN118 如果有朋友问你是住在哪里 只要跟他们说我是住在邮政局的55188 这就是我们的TRX金融中心的身份象征的代表 现在是午休时间啦我们独自饿了 so如果是从TRX那一边呢不行四分钟呢 我带大家去这一个午餐时间 那个就是海角人海鲜面 现在呢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个海鲜面海角人 这里是很多人会过来这一边打卡 或者是很多明星啊网红啊 他们都会来这一边啊都蛮出名的 你可以看到她的人潮是那么多 证明她的生意真的很好 好了我现在呢 不过去拿号码这样 122 我就是乀木鱼 乀木鱼 买木鱼 所以午餐来啦 今天呢特地带你们来这个海角人 我已经owing了米其林荣宜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它的美食 听说很多人 所以这个就是青木鱼我现在预备的 它的长相是这样子的 等一下你们可以留言 如果你们有来过这一间 我来试一下看好吃没有 果然美味 这个就是新鲜的青鲁鱼 我来试一下看好吃没有 果然是新鲜 可以 这一碗就是食肝鱼肉片 看下它的味道如何 这个就是食肝鱼片 这个鱼片很新鲜 还有鱼皮 这一碗就是鱼皮 吃鱼肉片 顺便要吃鱼肉片 是鱼肉片 最后来还要吃鱼肉片 非常鱼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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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两个都好吃 你们可以来品尝一下 非常鱼肉片 来到了影片的尾声 让我来总结一下 看完了整个金融中心的环境 你们也知道 很多有名的公司 已经入住了这里 尤其是金融中心 还有我们的交通 MRT1和MRT2 都聚集在这个TRX这里 它可以方便带你们去 吉隆坡各大的商场 都是绝对的方便 还有政府的规划 30%是住宅区 然后Core Residence 也是真正在这个金融中心里面 如果看这影片 你们有兴趣的话 Core Residence明年的年头 就可以交锁时了 你们有兴趣 可以联络以下的电话号码 我们预约在展示听见